我們就是,趴上去壓停 再來,向前去壓停 再來,向前去壓停 Shoot 明白嗎?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就是講我認為,我們亞洲球員最少用的急停 為什麼說最少用呢? 因為你會發覺,可能我年輕的時候,都會用多一點 但是,去到我這個年紀,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人會急停 因為大家的膝頭哥,都開始酸軟,酸痛,膝頭哥痛 你發覺,去到40個的話,那位叔叔,即是我這位叔叔 如果你不是打得久籃球,你都還很帥仔 怎樣帥仔呢?就是膝頭哥好像阿豪那麼帥仔 當你老了的時候,膝頭哥就會好像我這樣 CM都已經,其實CM經常都說腳痛 你在家裡一定有兩個護膝 正常都會有護膝 因為你總會覺得,我這裏,膝頭哥裡面,下面,這個位置很痛 這個位置頂住我的位置很痛,膝頭痛 所以有很多人都會叫我,拍些拉筋的視頻 我都會,遲些都會拍的 但我們今天就先拍了教學片 拉筋其實都有很多不同技巧,我們遲些再講 好,今天我們首先講急停 急停,我們有幾個不同的方法 我今天教這個方法是比較特別的 沒有那麼傷心頭哥 即是會比較適合我們亞洲人用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一般學到的急停 可能你都會見NBA,Kairi Irving 阿豪示範一下Kairi Irving的急停 Kairi Irving是這樣的 一撥 是這樣停的 你看看Kairi Irving 就是一個in and out cross over 推壓 撕 是吧? 他會這樣停的 入不入?入 也是Kairi Irving 又或者是一些punch and drop 他會這樣 然後射球 明白嗎? 其實這些動作 不是他的動作有多有問題 而是我們亞洲人力量不對的話 你會很大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 當你單腳 單腳 即是我們叫單腳跑的時候 即是我們是一二單腳跑的 我們急停的時候 如果你的Core 你的核心力量 你並沒有像之前那樣練好的話 你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你個人會完全中前 變成單腳急停 當你單腳急停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都感覺到的 你個人會up 了下去 個人會向前壓 當你向前壓的時候 你自己現在這個姿勢 大家一起做 你前後腳 你打直個人的話 你兩隻腳分擔了 你的體重 但是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是所有力量集中在你的膝蓋上 你就會很痛 而且你在一個高速的狀態 嘩 這樣 你就所有力量飛在膝蓋上 你一定會很傷 會很痛 我們亞洲人的腳並沒有黑人那麼長 亦沒有那麼好的爆炸力 當我們急停完 尤其是做這個動作 急停完 你就最多是可以停 就不會有其他變化 我夠膽說你拿回球上來射球 也很難 因為你是把整個身體up 了下去 重心放在這裡 停完 你那個人停了 但是 我們就是這個人停了 但是我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我只是在他前面停了 明白嗎 但是我們不會finish到 你會看回 其實你看 如果Exactly Kairie Irving的動作 其實急停之後 那個人是直的 那個人是直的 並不是這樣 其實我不建議大家 你記住你們做的時候 留意自己的動作 你如果急停膝蓋會很痛的話 請你停止這個動作 是很傷的一件事 你想想你的體重加衝力 然後一下子 用你的筋骨去成就 筋骨 明白嗎 就是很簡單的說 你不斷打你的手腕 你就感覺到 只不過膝蓋的筋 是比手腕更粗的意思 我以前就是這樣急停 所以我就腳斷了 這隻腳斷了 這隻腳再斷 今天的急停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是用 沒有印帶這隻 我們是用Core去急停 記不記得之前那條片 我們講過的 核心運球力量 那條片教導 我們是怎樣拍球阿豪 Good 好 停 核心起步也是用這個力 核心急停也是用這個力 OK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急停的時候會 一二砰 嘔 好痛啊 你會這樣停的 主要原因就是 你後前停 用隻腳拉停自己 看多次的動作 後前停 拉停自己 我們要做的急停 今次的急停並不是這樣 我們是向下壓的急停 阿豪過來看著 假設阿豪這部 是一部車 OK 好痛啊 好痛啊 我們就是這樣 向左轉 嘔 就是這樣停 明白嗎 他就是 嘔 就是這樣停 我們向下壓停自己 那很清楚 哈哈哈哈 就不是 看著 你剛剛膝蓋的就是 嘔 對了 嘔 OK 好 我們怎樣停呢 記住 我建議一開始練習 兩隻腳停 我們拍球 你不要用全速 用半速 50%的速度 向前拍的時候 記住 你跑步的時候 正常這隻腳是抹那麼闊 你不會抹闊了 但是我們急停的時候 我們要抹闊的腳 利用我們核心壓下去的運球 再加大腿和臀部肌肉的力量 就是把你的人壓停 就是我們拍過去 壓停 明白 再看著 我們向前跑 壓停 我們必須要的球 在這裡 OK 拍過去 最高點壓停 明白嗎 旁邊看看 你會不明白嗎 對 你會明白嗎 你就是這樣急停 當我對一個敵人的時候 拍 押停 你就會發覺 你因為一下子的停頓 其實你衝行的時候 防手者眾生會變成這樣 你一押 如果你可以用 core 押 用雙腳押停 你會比你單腳停 更加有能力轉向 你看到剛剛那個就是L step 壓 彈 射 但是我建議今堂我們只講怎樣停 我們一定要控制好這個力量 令自己停 明白嗎 好了 到你們 我們嘗試阿豪示範 剛剛阿豪在偷偷練習 我們先看看阿豪示範 可以了 給阿CM檢查 一個假動作 不行 泰哥地很想用急停 並不是這樣的 大家記住 我們急停是在別人抓到你的時候 急停 是不是 是錯的 不是 記住 我們什麼時候急停呢 是在別人 是在別人 在別人 塞了位的那一刻急停 是不是塞了位 所以你記住 所有所謂的基本功 橫橫都扣住 第一 你要向著別人 那個洞 那個洞去運球 先讓他塞位 好了 他塞了位的時候 我壓停 明白嗎 我再壓停 他就永遠抓不到你 他永遠抓不到你 我們要向他的洞 運球 這一下剛剛向這邊 Crossover向這邊 然後壓停 向這邊 他就塞了位 明白嗎 剛剛我示範的就是這一下 我再來一次 不好意思 其實第一一下你塞了位 他塞了位 你那一下就停就差不多 明白嗎 不是 你是第二 看著 看著 剛剛你拍 這一下就已經塞了位 但是你拍了兩下 你就砰 砰 砰 你就不塞位了 第一下就塞了位 這個最好 明白嗎 筋右 向左 急停 對了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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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有用 是不是 急停 這樣 sill 明白嗎? 剛剛阿豪是用不到Core的 你看到他跟我的動作有別的 你就是有嘗試用 但是你會變成這樣急停的 是不順暢的 不要緊,到CM練習一下 待會再一起練習 多了一下,其實你第一一下停就沒事 記住,我們運球,我們急停 我們急停是最高點的急停 明白嗎? 我們在最高點那一刻 記住,我們拍 急停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們在最高點那一刻急停 好嗎? 還有記住用Core的力量 Core的力量 記住 壓 兩隻腳,拍上去 兩隻腳,拍上去 壓停 再來一次 好嗎? 嘩,這一下很帥 不錯 這一下,都難搞 是不是 都難搞 但是 都不是用到很多Core的 都有少許膝頭哥的 但都用得到 本來CM都很勤力去練Core的人 明白嗎? 好,我們看看怎樣練 你可以這樣的 記住 你就做回剛剛那一個 拍上去 去到最高點 壓停 壓多一下 射球 試試做這個練習 向前 衝 壓 對了 這個是L step來的 我們不用L step先 先停了 拍 拍最高點壓停 抹褲子腳 這一下你膝頭哥會痛 明白嗎? 記住 我們這樣跑 抹闊 不用抹到這麼闊 但是 你起碼要闊一個腳掌位 Go 壓 對了 Good ball Go 再來 記住 用Core 你這個用手拍 所以球會走向前 再來 壓 壓 脫手都入寸 OK 對 Good ball 當你用到Core的急停 你就會好像CM那樣 其實呢 我們呢 是球跟人一起落 一起上 我們就可以走 我們可以離開 再聽一次 一起落 一起上 明白 一起落 一起上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 footwork 還有有很多不同的轉向 例如 急停 我們可以轉過來 然後射球 哎呀 快炒 明白嗎 你可以急停完再Core 都可以的 明白嗎 記住 你們一定是做到急停的 差在不同的歲數 你會有多少 膝頭哥給你選號 我今年40 膝頭哥沒有了印帶 這隻腳沒有印帶的 沒有印帶的腳 是最難急停的 我今天就是完全是用雙腳急停 示範了一件事是用核心去急停 用肌肉去急停 不是叫你斷了印帶不做手術 也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做手術 我告訴你 因為我做過左腳太痛了 很痛 我不是很想再做第二次 太痛了 OK 所以呢 反而這隻腳現在可以令我 測試到很多動作 是令大家不會受傷的 OK 你剛剛看到的 我和他的急停有一點點差別 那個差別就是 他 阿豪 未用到Core CM 用到一半以上的Core 我全Core 我不能不Core 不Core 我的腳太痛了 明白嗎 記住 急停 我們壓住人最少用 但如果我們用得到的話 我們不會被別人刷 明白嗎 我們記住 加很多不同急停的動作 當你加了急停的時候 記住 你甚至是可以怎樣呢 例如是可以 我們可以miss direction去射球的 衝前插壓 雪 明白嗎 OK 好 今天 完